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身份曝光后 同学全傻眼了 我高中喜欢的女生要结婚了 给我发来了请帖 婚礼当天 我特意盛装出席 想要给她留下最后的好印象 却在婚礼现场的门口 听到了老同学们的调侃声 哎 默默 你说高中时候那个追求你的穷小子会不会来呀 默默不是发请帖了吗 我赌一百块 他肯定不敢来 记得当初他还是默默的舔狗呢 尝的是不错 就是没钱 不然说不定默默和他都成了 我将手中拿着的帕拉梅拉的钥匙放进了口袋里 为了这一次的婚礼 我特意推掉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却连会场都没走进去 就听到了老同学们对我的调侃声 想起大学时候 他们若有肆无地嘲讽我家庭的贫困 心中只觉得或许这一场婚礼根本没有人期待我的到来 直到沈默的声音响起 打断了他们越说越过分的对话 好了 你们别说了 说不定一会儿人就到了 沈默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动听 我心中意软 我就知道 无论时光过去了多久 它都不会改变的 然而还没等我推开那扇大门 我就又听见了沈默的下一句话 高中那会儿玩玩而已 谁知道他就跟个狗屁高耀一样 甩都甩不掉 还给我写信说什么 我是他世界里唯一的光明 笑都笑死了 那封信我是不是给你们看过 那一刻 我只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我确实给沈默写过情书 高中时候的我 父亲创业失败 家里欠了很多钱 为了给爸妈分担压力 我主动找到了校长 希望可以在学校里找一份工作 校长也清楚我家中的情况 让我去了学校食堂分菜 虽然没多少工资 但我至少可以吃到食堂的剩菜剩饭 不至于鸡一顿饱一顿的 但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回事被班里的同学知道了 他们给我起了难听的绰号 每一次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 我都能听到身后男生们的窃窃私语 哟 这不是食堂小哥吗 走这么急事想去食堂吃剩菜剩饭呢 你别说 现在看周成越来越有大妈的风范了 然后便是哄堂的大笑声 我不是没有想过报复回去 可每一次放学回家 看见上了一天班躺倒在沙发上的父亲 还有在厨房里忙碌着 念叨楼下菜场猪肉又涨价了的母亲 我就觉得被人说几句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可我的沉默只会让这样无声的语言暴力升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课桌上出现了游杏笔写下的辱骂的话 他们将我努力生活的证据当作嘲讽我的理由 在他们的眼中 我是不配和他们坐在一个教室里的社会的底层人物 是身上沾满着饭菜味道的垃圾 可明明我每一天都会换衣服 每一天都会好好洗澡 可他们仍旧在我每一次路过的时候 夸张地捂住自己的鼻子做出呕吐的模样 喜欢上沈默 是我在那样的黑暗时光之中所做出的唯一选择 因为沈默 是唯一一个没有嘲讽过我的人 不仅如此 他还会在我生日的那天 给我送上一份小礼物 虽然那礼物不过是学校门口的文具店里 一块钱一支的黑色水笔 却被我珍藏了许久 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那么一点点 我珍藏多年不敢忘却的回忆 也是假的 默默 当初你和顾安让的赌约 是你赢了吧 什么 赌约 我推开了那扇门 看着身穿婚纱的沈默 站在人群的中间 像是被簇拥着的公主 她仍旧和高中时期一样的好看 一样的像是夜空中最闪耀的星星 我突然的出现 让现场的氛围有一瞬间的凝固 但沈默仍旧是最先反应过来的那位 她的脸上扬起了温柔而礼貌的笑容 周成 你来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出现的 如果换作是昨天的我 听见沈默的这句话 一定会格外地心动 但此刻 我心中只有无限的冷漠 我一步步朝着沈默走去 最终停在了她的面前 什么赌约 沈默脸上的笑容 有一瞬间的僵硬 但根本无需她 自己回答我的问题 她从高中时期开始 最好的小姐妹 就会主动开口 陈婉伸手搭在了沈默的肩膀上 微微抬着下巴 眼神里带着不屑与蔑视 周成 你都多大了 怎么还是这么幼稚 你不会真的以为 默默会看上你吧 也不惜把脸照照镜子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 陈婉冷哼了一声 摇了摇头 故作大方道 行了 看在你今天来给默默送份子钱的份上 我就告诉你吧 当初默默接近你 只是因为她和顾安让打了赌 赌你会在多长的时间里 对她动心 谁想到你的喜欢这么廉价 只是一个星期就看不住了 我一直看着沈默 妄图从她的脸上看出哪怕一丝一毫的愧疚又或者是痛苦 可是没有 到了如今 沈默也仍旧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少年时期的春心萌动 在沈默的眼中 不过是一个证明她魅力的玩意儿罢了 陈婉 你这话就说错了 周成能拿出多少份子钱啊 爽朗的男生从门外响起 顾安让穿着笔挺的西装走了进来 他直接伸手将我推开 自己站在了沈默的面前 然后拿出了一个红丝绒的盒子打开 里面放着的是一条钻石项链 好看吗 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沈默脸上方才面对我时的无动于衷 此刻立即被感动所取代 他眨了眨眼睛 看向顾安让的眼神之中 像是带着绵绵的情意 我很喜欢 谢谢你 哎哟 要不还是得是我们顾哥 出手就是大方 当初要不是你出国留学了 今天要喝的就是你俩的喜酒了吧 人群中的一个男生出声调侃 但顾安让却皱起了眉毛 一个眼风扫去 立刻让对方闭上了嘴巴 别瞎说 今天是默默结婚的好日子 我不想让他不开心 多么深情的话语 多么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 如果我不是这个故事里的炮灰 就更好了 没忍住 我倾笑出声 众人的视线 立刻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看着正在给沈默戴上项链的顾安让 我的语气嘲讽 你们不会觉得自己很浪漫吧 在别人的婚礼上 给别人的新娘戴项链 顾安让 你还是和高中的时候一样的不要脸 顾安让家中有钱 读书的时候就是学校里说一不二的混世魔王 在霸凌我这件事情上 他没有少出力 而沈默作为全校大部分男生 心中的白月光 自然与顾安让多的是接触的机会 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成为了顾安让在外任下的干妹妹 为了这个干妹妹 顾安让不知道和多少任女朋友分了手 读书的时候不懂 现在看看 还真是好意出哥哥妹妹的大戏 我的话 让场内原本热切的气氛变得凝固了起来 顾安让抬起头看向我 眼神里满是冷漠 周成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合我这样说话 我算是个什么东西 大概就是他爸三天前才刚刚堵在我公司门口 想要和我签下合作方案的东西吧 也许是高中的时候穷怕了 从大学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尝试着自己创业 而创业的主要资金来源 是我这么多年勤工俭学攒下来的钱 还有奖学金 从一开始的磕磕绊绊 到后来在我爸的教导之下 逐渐走上正轨 也只不过用了一年的时间 大三那年 我的公司就已经小有规模 而到了如今 已经可以和那些老牌的公司一较高下了 顾安让家中的企业 前些年的发展势头不错 但如今时代的变迁太快 他父亲一味的只知道顾不自封 早就已经不如当年 最近的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妄图与我取得合作 虽然这样说 听着似乎不太道德 但因为顾安让 我并不打算和他的父亲合作 毕竟人都有钱了 还要委屈自己 实在是活得太辛苦了 我看着顾安让那张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都一样欠扁的脸 笑了 不如你给你爸打个电话 问问我究竟是谁 没想到顾安让笑得比我还要猖狂 他走到我的面前 伸手推了一下我的肩膀 眼神嘲讽 还打电话给我爸 怎么 你现在负责给我们家送饭呢 周成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该不会还在食堂里分饭吧 顾安让的话 让身旁的老同学们纷纷笑出了声 陈婉是笑得最夸张的那一个 他扶着边上的椅子 擦干净了自己眼角的泪水 顺着顾安让的话继续说道 我说周成啊 大家都是老同学 知根知底的 你在这里和我们装 不累吗 就是说呀 装什么呀 谁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真是无语死了 现在参加个婚礼 还要看人装逼 陈婉的话 引起了周围人的复合声 我扫拾一圈 将他们脸上的神情 全部都看在眼里 嘲讽的 不屑的 鄙夷的 甚至有一些脸上 还带着爽快的模样 因为自己生活的不如意 所以将愤怒发泄在别人的身上吗 这样的人 和失败者又有什么区别 我谈了谈自己身上 被顾安让触碰过的地方 像是在清扫着垃圾 别随便碰我 这身衣服是我找人定制的 还定制 周成 你他妈看见过钱吗 顾安让又要伸手 来抓我的衣服 这一次 却被我侧身躲过了 一直站在一旁 没有出生的沈默 开口道 周成 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不如意 但今天是我的婚礼 我希望所有人都开开心心的 高中时候的事情 都已经过去了 你又何必紧抓着不放呢 可这个世界上 从来没有加害者说过去的道理 我冷冷注视着沈默 问道 过去了 是你们觉得过去了 不是我 周成 扪心自问 我高中的时候能够多看你几眼 对于你来说 不也是一种奖励吗 沈默的声音温温柔柔的 可说出口的话 却让人觉得无比的恶心 站在他身边的陈婉搭枪道 是啊 周成 你要是今天和默默道个歉 说不定他还会让他老公给你找一份工作呢 总好过在食堂给人分饭吧 你还不知道吧 默默的老公可是林池 陈婉提到林池的名字之后 沈默的眼神之中出现了明显的自豪 我挑眉 心中暗笑 怪不得林池这小子最近老看不到人 前两天还神秘兮兮地问我 今天有没有时间 我本来以为他又要带上我去四处潇洒 原来是今天要结婚啊 只可惜 我早就已经定好了 今日要来参加沈默的婚礼 所以拒绝了 我直接坐在了餐桌边的椅子上 翘起了二郎腿 是吗 那我就在这里等着看 看看林池能给我介绍什么工作 沈默皱起了眉毛来 阻挠道 周成 你做错位置了 这地方是林池给他朋友留下的 朋友 和林池认识了这么多年 我怎么还不记得他有除了我之外认识的好友 一旁的陈婉开口问道 默默 是林池的哪一个朋友啊单身吗 要不介绍给我认识吧 我也没见过 听林池说 他朋友工作很忙 是周氏集团的总裁 应该是单身 周氏集团 就是这两年一军突起的那个周氏集团 陈婉的双眼放光 两手合十做出了一副小姑娘的模样 沈默脸上带着笑意 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肯定给你搭现 看着陈婉那一副少女蒙春的样子 我只觉得自己心中一阵不适 毕竟他们现在歪歪的人是我 死了这条心吧 人家看不上你的 陈婉立刻扭过头看向我 眼神就如同脆了毒一般的可怕 像是丛林深处的毒蛇 周成 这里伦得到你说话吗 你怕是连周氏集团 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挑眉 单手撑住了自己的下巴 我为什么不知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就是周氏集团的总裁呢 寂静之后 爆发出来的笑声 几乎要将整个屋顶掀翻 陈婉的笑声尖锐而刺耳 还总裁 周成 你不会以为自己也姓周 就可以攀上人家的富贵了吧 放心吧 等以后我成为了总裁夫人 到时可以给你开一个月薪三千的工作玩玩 别说我没顾上老同学的情谊 陈婉的语气 倒像是她现在已经成为了总裁夫人一般 顾安让皱着眉毛 上前就要来拉扯我的手臂 行了你哪凉快就待哪里去 别在这里碍眼 拉扯之间 我放在口袋里的车钥匙掉到了地上 沈默是第一个注意到的人 他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失望 周成 你说大话 我们也就忍了 怎么还用假的钥匙来骗我们呢 他蹲下身去 将地上的车钥匙捡了起来 你知道这是什么车的钥匙吗 这车你怕是见都没见过 周成 这种欺骗自己的行为和小偷有什么区别 我还一句话没说 沈默已经认定了我口袋里的钥匙是假的 自顾自地上演了一场大戏 陈婉道 我看呢 他就是还没有放下你呢 默默 还想着今天来挣回一点面子 好让你对他念念不忘 沈默看着我 皱着眉 像是在看着一只丧家之犬 周成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我和你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他说的对 我和他之间的差距 确实很大 一旁的顾安让松开了抓着我衣服的手 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把钥匙 在我的面前晃了晃 看见了梅周成 这才是真的车钥匙 拿着你的塑料玩具赶紧滚吧 他拿过沈默手中的车钥匙 二话不说的就直接扔在了地上 然后恶狠狠地踩上了两脚 钥匙立刻四分五裂了 可与他们想象之中的不同 钥匙里的零件全部都掉落了出来 直到此时身旁的同学们才顿觉不对 有人迟疑着开口 这看着怎么像是真的 顾安让痴笑了一声 道 怎么可能 帕拉梅拉是他这种穷逼 能开得起的吗 现在这种卖假货的做的也太逼真了吧 有了顾安让的话 现场的氛围又一次变得生动起来 我懒得和他们继续这一场无聊的游戏 拿出手机打通了林池的电话 电话接通得很快 魏哥 怎么了 赶紧来你的婚礼现场 不然我怕我把你的婚礼给拆了 林池没有问我 为什么我之前拒绝了他现在又出现在了他的婚礼现场 只是告诉我 很快就到 挂断电话 站在我面前的顾安让用如同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周成 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 可我没有时间搭理他这个蠢货 我冷笑了一声继续打通了顾安让父亲的电话 周总 您改变主意了吗 听着电话那头顾安让父亲带着些讨好的声音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这样一个生意人是如何生出顾安让这个蠢货的 也难过圈子里一直有人说顾总正在因为找不到继承人而头疼 如果顾安让是我的儿子 估摸着我也不会放心将自己的公司交给他 我将婚礼举办的地址告诉了顾总 对方一头雾水 我只是淡淡道 顾总 您要是希望我们两家有合作的可能 就赶紧过来一趟 不然别说这次 就算是下次 下下次 我们也不会再一次合作了 我立刻过来 当我说出顾总两个字的时候 顾安让的脸色就已经变了 放下电话 他立刻伸手拽住了我的衣领 脸色阴沉 周成 你他妈的装逼都装到我脸上来了是吗 我伸手抓住了顾安让的手腕 微微用力 他就因痴痛松开了手 顾安让以为 我还是高中那个时候缺乏锻炼的小豆芽 殊不知这些年 我在赚钱的时间之余也没有忘记提神自我 又岂是他这个绣花枕头能比的 我掰着顾安让的手腕 越来越用力 他也从一开始的忍耐变为痛乎出声 直到最后单膝跪在我的面前 周成你在干什么 快住手 沈默提着裙子冲上前来 挡在了我和顾安让中间 他瞪大了双眼看着我 眼神里满是执拗 周成 就算你做成这样 我也不会喜欢你的 我们两个之间是绝对不可能的你 还不明白吗 我看着沈默 内心实在是对他的自信 五体投地 松开了抓着顾安让的手 我随手拿起桌子上的手帕 擦拭着自己的手心 沈默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 你怎么能这样说默默 周成你还真以为 这些你用来欺骗我们的东西是真的吗 不管过多少年 你都是那个在食堂里给我们分饭的垃圾 晨晚对着我怒目而视 身旁的同学们窃窃私语 对我进行着审判 明明从一开始 做错事情的人就是他们 可这么多年来 我没有得到过哪怕一句道歉 等来的只是他们越来越得寸进尺的嘲讽 我刚想开口说什么 就听到了林池的声音 哥你突然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门口的车是你的吧 你咋突然开了这辆车 之前不是说这车档次太低了开出去丢脸吗 林池的嘴巴碎得很 一走进来看见剑拔弩张的场景 他皱起了眉 第一时间看向了沈默 怎么回事 该说不说 见惯了他平时嬉皮笑脸的样子 这突然扳起一张脸来 竟然还真有霸总那味道 沈默的脸色变得惨白 是现在我与林池之间来回的扫事 估摸着是一下子拿不准我与林池之间的关系 只能愁愁着开口 没 没事 我们老同学之间闹着玩呢 老同学 林池偏过头看向我 眼神里满是疑惑 哥你和沈默是老同学 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这下子 不仅是沈默 就连晨晚的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 我勾唇浅笑 看向沈默 没什么好提的 他觉得丢脸 林池当即皱了眉 看向沈默的眼神 也不如一开始进来的时候那般柔和 丢脸 沈默 怎么回事 也不怪林池什么都不问 就站在我这边 当初我认识林池的时候 他恰好被无良的公司坑骗 如果不是我出手帮忙 他不仅拿不到自己应有的工资 甚至还要因为辞职而出一部分的违约金 后来在我的鼓励之下 林池学着将自己的爱好转变为工作 到现在已经是一家游戏公司的总裁了 他常说 如果没有我 就没有他的现在 我不喜欢用从前做过的事情 道德绑架林池 当初选择帮他 也不过是因为林池那天茫然无光的眼睛 让我看见了我自己 可如今 我却格外地感激当初的自己 不然的话 我又怎么能欣赏到沈默现在的眼神呢? 他强颜欢笑着 看向我的目光之中带着些哀求 我周成开玩笑的 对吧?周成? 沈默的眼神之中甚至泛起了点点泪光 可在我如今的眼中 这样的泪光毫无用处 我只是带着笑意 随意道 玩笑 我可不觉得是玩笑 毕竟刚刚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啊 你说 我可别把自己也骗了 还说 你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还说 让林池给我找一份工作 我扭头看向林池 问道 怎么样 觉得我能在你的公司担任什么职位 林池一愣 摆了摆手 别闹了歌 要不是你我现在哪里能开这个公司 再说了 你堂堂总裁 还需要我给你找工作呀 总裁 你 你真的是周氏集团的总裁 陈婉颤颤巍巍伸出一根手指指向我 语气里满是不敢置信 我看向他 轻笑了一声 我刚刚不就说了吗 你 没戏 他的身体 因为巨大的打击 而微微晃动 最后倒退了两步 一屁股坐在了身后的木凳上 林池就算是个傻子 看见眼前的一幕也已经明白过来 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更别说 我曾在喝过酒之后 与他提起过当年读书的时候发生过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林池拍着胸脯和我保证 如果让他遇到了我的老同学 肯定替我报仇 而今 他看着沈默 语气冰冷 我哥对我有巨大的恩情 沈默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我什么都能不和你计较 唯独我哥 你不能对他有半分的不尊重 但现在 你不仅没有做到 甚至还嘲讽他 沈默似乎已经猜到了林池接下去要说的话 他慌乱摇着头 想要上前抓住林池的衣角 却被对方直接躲开了 林池 阿池 你不能这样对我的 我 我不知道 周成就是你的朋友啊 我耸了耸肩 在边上煽风点火 我说过的 是你自己不相信而已 就算他不是我哥 你也不应该这样嘲讽一个人 沈默 我对你看得够清楚的了 林池冷眼看着面前的美人落泪 我想 我们之间的婚礼 也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我也没有想到林池会直接拒绝和沈默结婚 听到他的话颇有几分惊讶 而沈默文言 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他的肩膀耸动着 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 可到了此时 现场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安慰他 所有人都摒弃宁神地蜷缩着 唯恐被我惦记上 想起他们刚刚嘲讽我时的画面 除了一个人 故安让 他走上前去 将身上的西装 踢在了沈默的 肩膀上 眼神里满是爱意 别怕 默默 我娶你 哦吼 我看着深情对视的二人 拍了拍身侧人林池的肩膀 哥们 没事 我说你头顶还是黑的 你信吗 林池偏过头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眼神像是在问我信不信 故安让将沈默从地上搀扶了起来 冷眼看着我 周成 可以啊 现在混出个人样来了 就不把老同学放在眼里了 我告诉你 他们怕你 可我不怕你 我看着顾安让的模样 只觉得自己现在像是一个和主角对抗的反面角色 沈默怯生生地躲在他的身后 拽了拽顾安让的衣角 顾哥 算了吧 我们给周成道个歉 或许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顾安让安抚般地拍了拍他的手背 道 别怕 只要我爸一句话 什么周氏集团 都得倒闭 他倒是对自己家很有自信 林池闻言 不解地看向我 问道 哥 顾总最近不是一直想和你合作吗 他知道他儿子现在在外面这么大言不惭吗 知道吗 那当然是不知道的 林池的声音不算小 顾安让听完 却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找他合作 装逼也不是这样装的 谁不知道 我们故事是很早之前的老牌企业了 你虽然现在也是个老板 但和我们家 还是 顾安让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门口传来了一声中气十足的怒吼 混账 谁允许你和周总这样说话的 所有人都朝着门口看去 就看见胸口的领带都还没有完全系好的顾总 扶着门框喘着粗气 但看向顾安让的眼神 却像是想要将对方直接吃进肚子里才算是解气 顾安让看傻了 呆呆开口 爸 顾总大步朝着我们走来 一巴掌打在了顾安让的后脑勺上 你还知道我是你爸 谁允许你和周总这样说话的 我看着顾安让捧着自己头呲牙咧嘴的样子 内心嘖嘖称奇 还真是老当义壮 这样看着顾氏集团至少近几年都是不会换人的 顾总打了几下之后也算是解了气 扭头看向我 脸上的笑容带着些尴尬 周总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这之前忙着赚钱 都没能交好自己的儿子 顾安让看向我的眼神就像是在喷火 我的嘴角带着玩味的笑容 悠悠开口道 顾总 您的儿子似乎对我很是不满啊 让我很忧心我们两家的合作 到底能不能顺利展开 顾总立刻转过头 看向自己的儿子 一脚踹在了顾安让的小腿上 你他娘的 谁让你这样看周总的 你提养了是不是 赶紧给周总道歉 他拎着顾安让的耳朵 丝毫不管对方的挣扎和哀嚎 顾安让刚刚树立起来的尊严与威风在此刻全部都被摁在了地上 他仗红了脸 从牙缝里憋出来了三个字 对不起 我对上顾总期待的神情 笑道 当然了 我也不是小气的人 就是过不了多久 就要喝上顾少爷的喜酒了 在这里和顾总先说声恭喜 这下子轮到顾总愣住了 喜酒 什么喜酒 我怎么不知道 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看向站在一旁 身上还披着顾安让西装外套的沈默 就是站在那里的沈小姐 刚刚顾少爷还说要和对方结婚呢 顾总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眼神一看到沈默身上的婚纱就立刻皱起了眉 二话不说的就又给了顾安让两巴掌 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 什么货色都想往家里带 你他娘的以为我们家是垃圾收容所 我亲眼看着沈默刚刚才有了些气色的脸 又一次变得苍白 然而刚刚还立下了豪言壮志的顾安让 现在就像是一个安纯 一句话都不敢说 顾总打得满头大汗 也打累了 从自己的包中拿出了那份合同 小心地递到了我的面前 周总 您看着 其实说实在的 与顾佳合作对于我的公司来说 并没有什么坏处 甚至可以以顾佳为跳板 去接触从前接触不到的那些老牌企业 可我瞧顾安让实在是太不顺眼了 手中的合同怎么看怎么签不下去 顾总啊 这合作呢 不是我不愿意谈 实在是顾少爷这个样子 让我很担心和顾氏集团的长期携手共进啊 顾总的眼睛疼得亮了起来 他原本只是打算眼前的利益 听我说到携手共进四个字 哪里还管得上什么父子情深 周总您放心 我明天就把我儿子送到国外去 保证不会让他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 这就是让顾安让不可能接触到他位置的意思了 爸 您说什么 顾安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立声问道 顾总瞪了他一眼 声音比顾安让还要响亮 你连人都分不清楚 还想要继承我的位置 是想搞垮顾氏集团吧 爸 他就是个小小的总裁而已 您凭什么 顾安让的话还没说完 就又被顾总打了 我听着他的话轻蔑一笑 将合同盖了起来 顾总放心吧 我回去一定会好好研读的 他在顾安让说出了这样的话之后 也不敢继续与我讨论合同的事情 只得陪着笑 哎 好好好 那我等着周总的消息 顾总一边说着一边拧着顾安让的耳朵 往外走去 站在一旁的沈默眼看着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也离开了 连忙就像追上去 但奈何顾安让从头到尾都没给他一个眼神 也对 自己都已经朝不保夕了 如何还能想起其他人呢 沈默回过头看向我 梨花带雨的模样好不惹人怜惜 周成 我知道错了 我 是我之前有眼不识泰山 你不要和我计较好吗 沈默说着 步步走近我 语气之诚恳 就好像我先前听到的话都是幻觉 周成 其实我不是对你没有感情 只是我太胆小了 也太害怕了 我怕我们在一起不能得到幸福 也怕你会不再喜欢我 沈默 你当我死了吗 林池倾咳了两声 打断了沈默的做法 他像是现在才想起来 自己原本今天要结婚的新郎还在我身边站着 听到了他方才对我所说的感人肺腑的发言 一张脸仗地通红 他愁愁着 最后道 我我高中这样对你 都是沈默挑唆的 如果不是他 我根本不会这样做的 真的 周成你相信我 沈默 你这个婊子 你说什么 沈默的话音刚落 沈默就大步冲上来 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头发 沈默的神情扭曲 鹅角的青筋抱起 一看就是手上下了死力气 你他妈现在说是我挑唆的 当初是谁在我们面前炫耀周成跟个舔狗一样的 对你好 沈默 别他娘的做了婊子 还要立牌方 谁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真以为我们不说你就他娘的没做过了是吧 沈默历声尖叫着想要从晨晚的手中挣脱 但最终只将自己的头发搞得无比的凌乱 妆容也已经化了 而沈默还在继续 当初你拿着周成给你写的信 一字一句的念给我们听你是一点都不记得了呀 还有让我们给周成的水里放粉笔灰你好站出来美就英雄 妈的这么恶毒的点子也就你能想到了吧 啊沈默你住嘴 周成你不要相信他 他在骗你 我只是冷眼站在一旁 看着他们撕打在一起 临时砸罢了两下嘴 打了个寒颤 我可真没看出来 这娘们这么狠呢 醉毒妇人心 没听说过 这场闹剧的最后 以沈默的莫兄婚纱滑落为止 所有的男同学全部都一拥而上 说是劝嫁 实际上谁知道呢 而我和林池对视了一眼 离开了 闹剧之后的第二天 顾总果然如他所说的将顾安让送出了国 而我也在那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与故事集团的合作可以说是开了先河 外界的所有媒体都格外的关注 而我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忙碌起来 高中的同学群里从那天开始就不少人爱特我消息 还有很多人前来加我好友的 我烦不胜烦最终退了群世界才终于安静了下来 而陈婉开始每天早中午的给我打卡发消息 时不时的还配送两张他的性感照片 我一一收集最后一起转发到了他公司老板的邮箱里去 最终以陈婉被公司开除作为结局 至于沈默 林池后来告诉我 原来沈默这样着急的要找一个有钱 人把自己嫁出去 是因为他爸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赌债要还 但他却自己趁着深夜跑路了 如果沈默还不上钱 就会被人抓走卖身偿还 林池和我说这话的时候 大有一副劫后余生的样子 但他就是喜欢沈默那个长相的女生 也实在是色字头上一把刀 再一次看见沈默 是在新闻播报里 某一家族狱店被人取缔了 原因是卖淫 而沈默的脸就算是打了马赛克 我也能认出来 他穿着廉价的黑色包臀抹胸短裙 被抓的时候 身上还压着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秃顶老男人 关掉电视机 我站在落地窗前 看向外面的灯红酒绿 只觉得自己放下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袱 哥 周末一起去法国出差啊 行 要什么女人 赚钱才是第一位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今天就会给我回答 cling什么 一刻 写兽 banquet